你這樣講的戰爭呢 那可不可以回到下一步? 那烏鵝戰爭的發展會是怎樣呢? 普京的結局又會是怎樣呢? 好啊 那不如我看一看 烏鵝戰爭究竟還會繼續持續下去會怎樣呢? 那接著先再看普京的下策 誰會贏呢? 這場戰爭宣言很難會電論的 是嗎? 是啊 先看一看 那我先和烏鵝戰爭 烏克蘭那邊我先抽一隻牌 那接著俄羅先抽一隻牌 那接著呢 我就再幫普京 又抽一隻牌 OK 烏克蘭呢 我就抽到這一張牌 叫做引渡 OK 那俄羅 是的 引渡 俄羅斯就抽到一張牌的存在 那其實你先不要理會這張牌的名字先 我先解釋一下先 我們先解釋這一張先 那烏克蘭呢 其實我相信呢 現在他們全體的市民 整個烏克蘭這個國家 所有的人民呢 都很一致 大家的目標 看法 所有東西都是一鼓作氣 他們呢 某程度上 現在呢 雖然是在捱著很多艱苦 因為戰事上面 令到他們很多東西都 有很多問題 或者是甚至乎出現了很多的事情 等著他們之後怎樣去修補 和修復 但是 我想說呢 這張牌也都表示了一件事 接下來的烏克蘭呢 將會是新的一片片 那我 如果比較的話呢 兩張牌比較的話呢 那我先講俄羅斯先 俄羅斯這張牌呢 是有一件事要講出的重點來 在裏面的人呢 就應該已經分裂了 就是說呢 不是所有俄羅斯的人都贊成這個烏俄戰爭的 那所以變成了呢 其實他裏面自己有來源 也有意見上的分歧和分裂 那所以呢 我相信一下 可能有部份俄羅斯的一些戰士 或者一些裏面的軍隊 他慢慢慢慢呢 可能應該都會有機會 撥亂反正 就是未必會順從這個普京的指令 或者是覺得要打倒這個烏克蘭 那所以變成了呢 我相信如果以這兩張牌的比較呢 其實就應該是 烏克蘭應該是接下來會 邁向一個新的景點 新的改變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呢 那應該慢慢慢慢呢 烏克蘭是會勝出的 第一 那另外呢 普京看到這一張牌 你見不見這張牌呢 是爆炸的 是啊 爆炸 是啊 裡面有一個人 很辛苦 被困 跟著爆炸 那才可以突破了一個叫做 現在的困局 那這張牌是代表了普京的 那代表了說什麼呢 其實普京當日決定按這個按鍵 就是按這個打仗的按鍵 其實我想他沒有預計過自己可以 沒有預計過這場戰事要打那麼久 就是歷時了一段時間 超過一年 那我想這個都是他始料不及的 那也都看到這一張牌呢 講到就是說 因為這個戰爭 因為和烏克蘭打這個戰爭 令到他們俄羅斯呢 已經是出現入北伏斯啦 還有甚至乎所有的底牌呢 已經被所有的國家 倫理 都被看通了 那所以呢 他現在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再拿出來 作為一個叫做所謂的bargain power 就是那些叫做 他沒有東西再被人看到 簡單來說 那所以變成了呢 接下來這張牌呢 是說著會爆炸 那所以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一下 接下來俄羅斯呢 應該會有普京呢 應該會有一些比較爆炸性的決定也好 或者甚至乎是局面也好 那我相信呢 應該這個都是普京的最後的收場 就好像這張牌那樣 爆炸 就是爆炸收場 是的 那你問我呢 是不是一個牽涉到死亡的事情呢 那我不敢說 但是 不是一個好事 對於他們來說 那所以呢 好像Lucy 你說的 我會預計普京這次 是會好像這張牌那樣 爆炸收場 那至於怎樣爆發 爆成怎樣 對他自己有多大的傷害呢 那就 的目以待了 不過我有一個大膽的一個猜測 一個提問 不過這個提問 不知道會不會 大家覺得沒有什麼可能 因為普京都 多次揚言 多次警告 你敢怎樣做呢 我就有發動一個核戰了 那現在可能都進去了 他這個核彈的膽頭呢 都是在國際世界的時候 差不多第二、第三個國家 有沒有看到一個爆炸性的消息 普京這個狂人 真的做出這麼瘋狂的一個決定呢 如果 如果以這張牌 那我覺得他有機會 因為窮逃末路 就是趕狗入窮河的 就是那些 就會逼到一條牆 所以我看到 接下來他的下場 就會有這個爆炸性的局面 那我最多我只能看 譬如問一下 究竟他的下場 會不會影響到其他的世界 國家的情況 或者會不會牽連甚港 好嗎 好啊 即是要再抽一張牌了 好啊 好啊 這張牌是一個老英政治高飛 飛得越高呢 那他看到的東西就會越清楚 OK 給大家看一下 好啊 那這張牌想說些什麼呢 其實我相信一下 其實在他周邊 鄰近的地方國家 他就已經 我想應該都能聞到脫了 應該知道普京下一步 或者再下一步想怎樣 因為他沒有東西可以再做 因為他所有的底牌 都被揭穿了 那所以呢 其實有很多去鄰近的地方 都已經是作出了一些 具體的防備 那至於他會不會 去按一個按鈕 去製造一個所謂的核戰戰爭呢 他講可能是這樣講的 但是我又覺得未必去到這麼嚴重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 這次這件事呢 是應該足以令到普京 是有機會倒下來的 因為根據剛才那張爆破的牌 所以呢 他應該未必會影響到世界各地的 但是他自己會倒下來 那講回戰爭呢 我可以再講一講 以赫戰爭的結果又是怎樣呢 因為現在看到以色列 發展一些科技戰 真主黨幾千人的科技 全科技都爆炸 現在好像在空著真主黨 大家都在關注這個以赫戰爭 結果會是怎樣 好啊 好 那我另外都再抽牌 看一看這個以赫戰爭 好啊 謝謝你啊 好啊 其實呢 雖然我們不是這麼想看到戰爭的局面 但是其實呢 我看到他們其他的地方呢 一直在那裡有戰爭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想競爭 想競爭第一 或者可能想把自己擺在世界的佔端 所以變成了呢 可能這些戰爭是在在難面 但是你問我呢 會不會打到很劇烈 好像烏鵝的戰爭那樣呢 其實未必 未必會重蹈覆轍這樣 但是我想講一件事 我看到的 接下來可能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部落 不同的國家 都會因為我要踏出某些東西 我們去爭 去爭一幾之長 那就打架了 就是會持續有這些 即中東戰爭可能那個火種 那個戰火不要那麼快適滅 是的 就是我看到的就是 其實 接下來依然都會有很多一些戰爭的 但是這個戰爭 是不是很大呢 它是不是去到很毀滅性呢 不是 但是他們的原因呢 個個都好像很想爭做第一 還有很想告訴別人 我現在有些什麼 我有些什麼 就是個個都是這樣 所以變成了 會不會好像烏鵝那麼大呢 應該就不會的 但是會持續會久不久 我們都會聽到一些小型的戰爭 小型的戰爭 這樣